台积电大涨5% 带动台股今天同步上涨了369点 收在19305点之上 正式站稳万九关卡 相信大部分的投资朋友都会觉得 哇台股都已经冲到万九了 行情会不会太高了 会不会涨不上去了 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投资千万不要用感觉 你感觉它很高了 如果趋势对了 它会持续的向上高 还会更高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汉糖洋机工程达新材料 今天全面上涨胜率100% 其中达新材料今天一度是在涨停板 那还有我们的军华 从我们节目介绍到现在 已经出现了6根涨停板了 那如果说那些小股票 你觉得买起来不安心 我们连台积电都有办法大赚115% 团队成员呢 今天出现了一个千万赢家 究竟我们是怎么办到的 现在进场还来得及吗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不论是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今天一个人讲节目 好像觉得有点空虚有点冷 好那没有关系 那正所谓高处不胜寒 就好像今天台股的表现一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 今天台股好像只有涨台积电 好像很多股票都开高走低 到底该怎么办 行情会不会就此打住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从我去年11月3号 跟大家分享说是V型反转开始 很多我相信就一直从16000点 看17000点 看17000点 之后看到18000点 到现在都19000点了 一直怀疑一直怀疑它就是一直涨不停 就好像我讲的 你不要用感觉去做投资 你感觉它很高了 实际上如果趋势对了 高还会更高 我想你感觉它很高 你也常常感觉它很高 比如说我们在12月8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说短线上V型反转 已经涨了1440点 一天446点 从大概16000左右涨到17500点 对不对 那时候涨到17500点 我也上那个宝导电台 我也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那时候就独家跟大家分享说 拇指继续形态过后会继续向上 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要看后面 你看哦 从16000涨到17500点左右 你也觉得够高了吧 哇应该要休息 我等休息再买 我等休息再买 结果台股没什么休息 震荡一下 直接就冲过了18000 冲过18000之后呢 新春开红盘对吧 新春开红盘我相信大家觉得 哇跳空了500点左右 哇也够高了吧 台股应该不会涨了吧 应该会休息 我等休息 我等回档再来买 结果你发现他有什么回档吗 他就在18500点震荡一下 就持续缓步的向上电高 我连续两次跟大家讲 我说新春开红盘这个跳空缺口之后 在2月22号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跳空缺口 你光是观察这个小小的跳空缺口就好了 这跳空缺口怎么样都跌不破 那不是一个很强劲的支撑吗 既然有支撑的话就代表说技术面它是偏多的 就是我强调的 趋势是多头 你感觉很高了 它会继续向上涨 就好像有些时候大家想要买低 你会发现你买低了以后它会持续的往下跌更跌 继续低还有更低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投资股票你要看的是趋势而不是用感觉 高的股票趋势对了 它会继续向上涨 你觉得便宜 你觉得很低的股票 趋势不对 是走空的 它就有可能会持续的往下跌 对吧 我也跟大家分析的很清楚 如果你说扣除掉技术面的话 投资不要用感觉 技术面偏多 我们再看一下国际股市的话 国际股市兼日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上个星期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性的上涨 欧洲股市德国法国全面上涨 所以这波多头可以说是全球性的 那你再说资金面 资金面大家其实真的很担心 说什么新台币有向上有贬值 是不是外资落跑了 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 我说你不要看短线的贬值 你要看的是趋势 新台币的趋势 他就是升值还没有改变 既然升值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外资随时会再买进来 那你何必担心呢 今天台股是不是就是突破了万九关卡 对吧 那讲了那么多你还不相信的话 我说台股啊 有什么 金之玉业 金之玉业就是谁 台积电 还有谁 世新 台积电跟世新如果走多的话 台股怎么跌得下去 所以今天呢 虽然说世新表现的没有很好 今天一度开盘 涨五个percent之后就跌下来了 跌下来但是他还站在缺口之上 你只要不要买在今天的高点 你何必要担心呢 再看台积电 台积电每一次跳空都下跌 哪一次大家不担心啊 哪一个每一个都在讲说 哇 688学长 涨上去之后变成709学长 那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 你与其去讨论啊学长还是学弟 那你不如跟着我们一起逢低进场买 我那时候我在我的 就是line啊 也跟大家直接分享 我说台积电啊 讨论那个学长学弟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下我在2月20号 我的line直接就跟大家分享 我没有说说什么 如果可是好像 我说台积电什么709大学长 我告诉大家讨论学长学弟 没什么意义 因为我直接跟大家预告 无论你台积电买在哪里 最后一定会赚钱 无论你台积电买在哪里 最后一定会赚钱 今天还有谁被套牢 你不要跟我讲说 今天台积电买在最高点的人套牢 我们看一下今天台积电最高点 725是吧 725大大大大大学长 钱有人买在这吗 我告诉大家 这两天他还没有机会持续向上再创新高的 因为台积电就要动起来了 既然台积电动起来的话 整个市场信心就会回来了 台积电动起来 整个市场信心回容之后 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台湾的股市 那你说这行情会走空吗 我告诉大家趋势对了高还有更高 你用一下感觉 假设你用感觉的话 台积电从588一路向上涨 涨到600块的时候 很多人也说哇 台股涨不上 台积电应该要休息 等到休息 结果你看他休息休息之后呢 你不敢买你不敢买 他有再次跳空 最高就709学长 这边大家说什么 709学长大学长 结果大学长我就说会解套 他不会赔钱 就震荡一下 还不是跳空再创新高了 那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跳空缺口 这跳空缺口我估计啊 台积电就在725附近 震啊震就再创新高 今年啊台积电至少800块以上 既然台积电800块以上的话 那台股还不上2万 那既然台股都要上2万了 趁现在还没2万点的时候 赶快逢低进场 那什么时候是比较好的买点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你要趁什么 趁不确定因素 趁利多发布之前进场买 是最好的 大家思考一下 比如说像上个星期 我跟大家分享说 星期四要公布PCE 在星期四之前震荡 就是你进场的买进的机会 就星期四PCE公布过后 是不是全球股市又在喷出了 还有上上星期 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大家不敢买股票啊 每次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都是下跌的 那你不敢买 那你就错失了逢低进场的机会 然后涨起来你在那边 懊悔 懊恼 为什么我没买 就好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看医生的时候 有医生跟我讲说 五年前他就看好回答了 他有没有买 没有买啊 没有买就赚不到嘛 好所以 这礼拜有什么重要大事 其实我这礼拜的周报 也跟大家分享的一清二楚 我跟这礼拜周报 没有 这礼拜周报 我跟大家分享 我说 因为每一次 重大讯息公布之前 都有震荡的好买点 那这星期有什么重大 那个 那个国际资讯 国际的经济资讯要公布 3月5号 就是这星期三 要公布ADP就业人数 还有星期五 要公布非农就业数据 还有失业率 在公布ADP就业 还有非农就业数据之前 我相信 不管是台股 还是美股 都有震荡下修的机会 所以今天台股大涨了369点 我认为不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在星期三之前一定都会有震荡 让大家逢低进场买的好机会 好 所以呢 到底要买什么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确定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先加入我们的LINE 直接什么 手机扫描旁边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LINE 那或者是呢 你喜欢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寻 先进一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LINE 你看到我们LINE之后 其实我们LINE这边功能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多了 来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有个撰报 这边撰报你给他按下去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我写给大家的撰报 我撰报除了国际股市之外 还有大盘解析 还有个股的资讯 大家都可以从这边得到的参考 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什么 LINE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AI产业暴力的地图 在过年农历年前 跟大家分享的农历年前你进场的话 其实我跟大家讲的这些股票 你目前来讲都是赚钱的 那其中这一档最标 均华 均华他已经出现几根涨停了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今天又再一根涨停板 六根涨停板了 有够强的均华 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上游 好再来呢 我又特别在台积电凶奔厂 要开幕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台积电供应链的八精英 那其中我盖住的先不讲 我们看打开的 汉塘阳机工程跟达新材料 这三档哪一档没有赚 哪一档随便进场都是赚的 汉塘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你觉得高了 你看这边你觉得高了 他是不是会更高 这就是我讲的趋势 他就会持续的向上跌高 在阳机工程一样 你觉得他高了 你觉得这边他很高了 一直向上涨 觉得他很高 结果他又持续的向上涨不停 这叫做趋势 这就是趋势的力量 今天阳机工程呢 表现也是非常强势 收盘再收新高 如果你手上有阳机工程 我建议你 真的要许爆 在达新材料的部分 今天还一度攻了涨停板 够强了吧 两个礼拜前跟大家分享的不就在这附近 农历年前你买的话是不是在这里 你这边这样至少也赚了20%以上了 钱怎么赚 钱不就这样赚吗 好所以台积电八金银 我公开了三档 讲三档 中三档 胜率100% 那这里头还有没有涨的 你还能不注意吗 好所以我们今天再开一档 再开一档你看 你又要验证我们的奇迹 再开一档是哪一档 红硕 红硕硕怎么念 有人念术 有人念硕 不管他 反正红硕一样 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你看我长得一惊二组 基本面跟大家分享 产业面做什么 来 产业面 半导半导体 私自成设备厂 基本面呢 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月营收 是不是增加了29.34% 来再来支撑压力线 700块到800块 现在都要1000块了 看红硕 700块到800块之间 你区间正当 进场买进 今天已经突破了 再创新高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投资股票 你这样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就好像 很多人啊 投资股票就总会讲讲讲讲 那我跟其他老师 哪里不一样 我们呢不只是讲 我们是实战派 我们是实战派 所以很多 很多那种实战的投资人 很多实战的操盘手 很喜欢看我们节目 因为我真的都实战派 比如说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大部分老师 今天跟你讲 台积电涨涨涨 我不是早就提醒你了吗 台积电会涨 对吧 大部分都这样讲 我也会啊 你看 我就这样讲啊 12月18号讲了 然后我也在上 那个五七新闻王的时候 也跟大家分享台积电 而且我在五七新闻王 还不止一次讲台积电 1月10号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才多少钱 看清楚 那时候才五百九不到 然后呢 1月15号 我又继续跟大家分享台积电 那重点在这了 很多人都讲到这了 我有没有之前跟你讲六百块台积电 我有没有跟你讲六百三的台积电 有吧 然后现在涨起来你看吧 那有没有带会员买 没有 台积电大股也没去啦 我们不要买台积电 我们要买更标的 结果呢 你去买那种更标的股票 结果还不如我买台积电 是不是这样 你看一下我们从 1月19号跟大家分享 垃圾垃圾 全台湾只有我带大家 垃圾 垃圾有没有 我们连台积电都赚了25% 你说台积电赚不到钱吗 再来你看1月25号 我持续跟大家讲 坚持才能大赚 有没有 我发给会员 这不能作假 突破七百块的时候 我继续叫我的会员 请我的会员 续报续报续报 结果 突破几百块 就在690附近 晃呀晃 晃呀晃 你可能觉得 老师 你讲到台积电 都在七百块附近晃 你说七百块续报 结果 不如赶快709块赶快卖掉 你卖掉了会有今天超过七百块吗 你卖掉了会有今天的几块钱 你卖掉了 709块你卖掉了 你会有今天的什么 七百二十五块吗 也就是说 重点又来了 你投资股票你要赚大钱 第一点 你要什么 你要在利多公布之前进场买 你要逢第一步局进场买 比如说像我们台积电 我们台积电买在585上下附近 冲破了七百块 709我也没追 他在七百块附近 怀呀怀 震荡震荡 又何堪啊 我有什么感觉 我没感觉啊 重点还是报道还是赚钱啊 那你不报道 你怎么有办法赚更多呢 好 所以呢 你看一下我们是真实的带会员进场 这边都可以真实 你看1月15号 那时候我请会员买 那个时候 还有会员跟我讲 台积电波动很小 台积电波动很小 那我本来请他买几张 大家看看我跟他讲说什么 来 买10张台积电 买10张台积电 因你的资金可以买10张台积电 不要超过588 那时候的588 你现在回头一看 725 725了 有没有 我怎么带会员的 有没有 这会员 就是有点还是怕怕的 买了7张 对吧 我们是不是实战派了 再来 我今天的节目标题 是不是说台积电 都有办法赚什么 赚115% 台积电 要怎么赚115% 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呢 我们在去年12月26号 你看585附近 市价进场买进 放到今天大概赚了25% 你说 老师25%你怎么赚 怎么赚才有115% 好来 1月23号 1月23号我们用期货进场 因为我也知道 很多人会觉得 有一些大股票投资起来 你没感觉 大股票投资起来没感觉 因为你认为 他没有办法像军华一样 涨停涨停又涨停 出现6根涨停板 但是坦白说 如果你能做期货 你敢做期货 你有做过期货的经验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做期货 你看一下 我们在1月23号的时候 我们买大股票 就可以放大 放大你大股票的获利 你用期货 就可以放大大股票的获利 为什么 因为期货一个单位 等于两张股票 一个单位等于两张股票 期货一个单位叫做一口 来我们看到台积电 627块进场买进 假设你买进一口 台积电起 来一口保证金只要16万 16万你可以赚 19万6 报酬率是不是就高达了115% 坦白说今天台积电 我当天就可以赚超过40% 为什么 因为期货是保证金交易 你只要用一口保证金16.9万 你就可以操作两张的台积电 那我们那个时候台积电是多少钱 627块进场买进 627块进场买进 一口 你就算你买一口 你放到现在 3月被结算吗 还没被结算 627放到现在725 获利多少钱 获利19万6 一口获利19万6 10口获利196万 报酬率 就是115% 我连台积电都有办法帮你 115%了 你说 这是不是就是实战派 这就是实战派啊 好 在实战派 我刚刚跟大家讲几个重点 很多时候 同事啊 就说跌了怎么办 跌了怎么办 每次都是这样的问题 老师 违影就跌了 你上个星期不是 才看好违影吗 今天跌了 我就问大家 我看好违影很久 从1000多到 1500到 2000到 2500块 股市本来就不可能 每天涨的 你重点是什么 你要看对趋势 选对 买点 赞当你不用怕 一抱得住 你才赚得到 就好像技嘉 今天也很多人在问啊 技嘉这一波 持续的往下跌的时候 很多人就在怀疑了 结果这几天 是不是持续 缓步的向上跌高 今天是台积电 涨太强势了 资金啊 全部都吸到台积电 还有一档股票 叫做联罚科上面 对吧 那所以呢 其他股票开始有点 筹码性的松动 那这些松动 你不觉得 反而是给大家进场的好机会吗 在我们看到窗户 不是也一样吗 窗户呢 这一波呢 涨到最高是多少 1000大概400块不到 马上跌下来到1300 跌到1300之后呢 我又没有在1300附近进场去追追追堆堆堆 他震荡一下又如何 我们续报今天开高走低 我们不是照样赚钱吗 因为我习惯是什么 买在区间震荡 重压布局冲上去 我全数爆赚 你看黄黄就是我们的窗户 我是不是买在区间震荡的时候 来区间震荡的时候 我用KDD 持续跟大家分享说 KDD就是买 KDD就是买 这边KD很低的股价没跌破减低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节目 你也搞不清楚 这什么KDD啊 来 KD指标 我认为真正的用法不是黄金交叉 那叫做找贝离跟找钝化 贝离是什么 KD越低 股价不跌破 前低 KD越低 股价不跌破 前低就是很好的进展机会 比如说像窗户 来窗户这边我有讲过了 来 在1月初的时候 KD有没有很低 有没有出现黄金交叉 那时候股价是多少 那时候股价就是860左右 有没有比前波低点850 还要来得更低 没有哦 是越电越高 所以这边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你这边买进 哇震荡震荡 不是有持续的向上走高 一直走高 然后赚53%赚50% 58%60.8% 是上星期五 那今天跌一下 赚57%跟60% 啊你是有感觉吗 我中间又没有在叫大家 叫我的团队成员去追高 所以根本就不用怕 也就说你想要在股市上爆赚大赚 重点在哪里 第一个你要选对买点 你要选对逢低的买点 再喷出去 比如说像我们的窗户 买在850 870 900 1050块 今天已经涨超过了1300 你说在这边上下震荡下我们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因为我们已经重压冲上去全数都大赚了 你看下我们的窗户 窗户我们买在了870 850 1055 今天是几块 来上个星期五是1375 就算放到今天来 我们放到今天的窗户是多少钱 1340块 不是照样大赚吗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团队成员 我们团队成员呢 来这边 10张838的窗户 放到现在是501万 一张不卖 奇迹自来 也没有大赚百万 是不是大赚百万 好所以你看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要在股市上 你不要贪图那些 小小的获利 小新 这叫什么 银头小利 我真的很想准备一个什么 苍蝇的玩具 遥控苍蝇 银头小利 让大家印象深刻 不要去赚那银头小利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在股票市场 我今天就是投资一档股票 赚个三五千块 我好开心 赚个便当钱买菜钱 结果你出掉之后 它持续向上 涨不停 那可是呢 你买进之后没有涨了股票 怎么办 报老 用力报老 套牢 再套牢没关系 我就等 我就给你等 我就给你永远等下去 这档股票买了 等完了嘛 可是你又看到其他股票在涨 你又受不了 你又去买其他股票 你买了以后呢 有可能赚 有可能不赚 那如果不赚 你又继续报老 不赚就继续报老 赚了就出 不赚继续报老 赚了就出 不赚就继续报老 赚了就出 你这样累积起来 就像我们最近很多 很多人来找我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手上不是30档 40档 要不然就是50档股票 就是这样来的啊 他怎么样都赚不了 钱 对吧 所以投资股票 你就要 逢地不局 喷出 你要报老 喷出你要报老 譬如 像联发科啊 联发科星期五啊 老师你跌了不讲 我们团队成员专属 只有我们团队成员 有办法跟你讲说 我们现在该怎么操作 要不然的话这样对我们团队成员 也不公平嘛 所以我们是逢地买进之后 报老 即使那天下跌 我们也是赚钱 赚钱报老 今天是不是就涨回来 报老 涨回来 报老 涨回来 你这边出掉 你不就是出在阿呆股了吗 你如果抱不住 你怎么会有1200 1300 1400 对吧 你看我们联发科 KDD进场 KDD很低的时候 股价没有跌破前低 大概是在哪里 950付近 950付近 我持续的加码加码 再加码 中央布局 今天喷上去 全数大赚 他就一路一路的向上喷出 我就报老 喷出叫做报老 喷出报老 就算是星期五 我们再看一次 上个星期五 出现了什么 一根黑棒 这边来 上个星期五 这根黑棒 这根大黑棒又如何 我们买在底点 照样是赚钱 我说 我们联发科 我们抵挡布局的 会员朋友 都赚百万 来我们看实力一 实力一 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 是买期货的 投资朋友 那时候呢 我们在2月20号呢 他就已经赚百万了 有没有 对不起 我应该说 2月20号进场布局 2月23号 你看一下 赚178万 赚178万之后 变成186万 你看 越报赚越多 2月27号变226万 到今天 他跟我讲什么 已经300万 到今天已经回我300万了 你说股票不就是要报老 你才会大赚吗 你抱不住的啦 找不到买点的 真的都来找我 我就是有办法帮你赚百万 对吧 300万 再来你看这联发科 这102万也讲过了嘛 对不对 也是百万赢家 达成嘛 再来这个第三个实力 有没有 这边有什么 我说他加季配息 在2月23号 那时候 还没有现在的 价格那么高 应该说联发科 没有价位那么高 他也是赚百万 他不就是百万赢家达成的吗 再来还有第四位 这位百万赢家 他到时候本来想 把他的联发科卖掉 那我就跟他讲 加季配息 你都没有什么 没什么赔金 你干嘛要担心 他说他快撑不下去了 勉强听老师的话 再等下去看看 就等下去 我跟他讲 恭喜联发科 喷出 113万 113万 能不能达成百万赢家的 获利目标 来 我们来看一下星期六 星期六联发科大跌 星期五吧 跌了3%4% 那一天星期六 就是前天嘛 前天 我跟他聊天 然后他跟我讲说 现在已经赚到多少钱了 120几万了 今天不是赚更多 今天又涨了34% 今天应该140了吧 今天140万了吧 是不是越赚越多 越赚越多 抱着 抱对股票 你就是越赚越多 有没有百万赢家 又达成了 又达成百万赢家 再来这个也是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讲的 那几档股票吗 川湖联发科 伪创 伪影 来 伪创可能很久没讲 伪创 其实坦白说 今天技嘉被拖累的 那今天技嘉被拖累的话 震荡再消化一下筹码 我认为会跟台积电一样 在你不知不觉当中 不小心 就喷出大涨 那所以呢 最近的震荡 你应该要找机会进场买进 你看自己当股票都是我们的 我这个会员 你看爆103万 变成多少 120万 好今天修正一下 那要如何 还是赚115万 还是什么 百万赢家吧 是不是还是百万赢家 对吧 是吧 好再来 还没有百万赢家的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之前是在其他老师那边 现在过来找我 对不对 他之前来的时候 就像我跟大家分享一样 都是股票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管理 经过我的一路一路换 我帮他什么 不对的股票换联发科 不对的股票换联发科 一路一路换 换到股票越来越少 然后呢联发科 你看他跟我讲什么 从2月20号联发科赚 62万 今天 这不是今天 上星期 上星期联发科赚75万 上星期联发科赚75万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他联发科赚多少钱 联发科80.3万 你看 为什么很多现在实战派的老师 实战派的一个交易员 实战派的投资人都喜欢看我的节目 因为我们是真的什么 拿对账单出来跟大家验证 怎么投资怎么赚钱 很简单 选对股票 分批布局 对不对 然后呢 重压 然后喷出你就要报了 就这三点 你做到这三点 我相信你也是百万赢家了 你看这个团队成员 本来这么多股票 本来这么多股票变那么多 本来这么多股票 他变得这么少而已 只剩下几档 一档两档三档四档 多么好管理 而且联发科我也带他大赚了 80.3万 对吧 好不好 而且他真的证实 他自己跑出来 他自己在我的YouTube下面留言说 老师对账 但是真的 因为他也是质疑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能一直帮会员赚百万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百万人家 你看 我就是 做法都是一样的 成功的事情 就是重复不断的再做 再做 再做 我们就是坚持成功的方法 一直重复重复做 我就用我自己做美股来成功给大家看 我在过年 过年农历年前 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农历年前 美股大涨 那时候我的美股账户 2万2 然后呢 越来越多 变成3万2 有没有 3万2 到今天 应该说到上星期五 到上星期五 变成36,557 好 36,557的话 你看一下 36,000多 这样子的话 大概是赚多少 赚了115万左右 赚115万 没什么了不起 来 你看一下 回答 谁抱住了 回答就是我抱住了 回答我抱住了 都赚多少钱 69% 69% 好 再来 我们呢 最近因为我们也有做期货 我自己做期货 你看我做期货卖 纳斯达克期货 因为我有投资上限 只有50万 所以我只能买8口 我买了8口呢 也获利了多少 25万台币 那再加上我上次的期货获利 总共加起来来 上次的期货 已实现是37万 这一次的纳斯达克 未实现还有25万 再加上我每股赚了115万 我合计起来就赚了多少 177.8万 我投资多少钱 330万 330万就赚了177.8万 你看 我不是用几千万去赚几百万 很多人跟你讲说 他是用多少资金去赚了几百万 用了几亿赚几百万厉害吗 不厉害 用了几千万赚几百万厉害吗 还好 来我只用300多万就赚了100多万 330万就赚了177万 也就是说你有200万资金 我就可以帮你赚百万 但如果你不到200万资金 你只有150以下 我们就分批达成百万的目标 你看我们是不是百万赢家达成 那除了百万赢家之外 还有没有更厉害的 其实你知道吗 我之前一直跟他分享这张对账单 就好像你看我们做法都一样 他本来赚多少 651万 来 他买的是什么 我们一样啊 你看好的股票我留 不好的股票呢 我就出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股票嘛 窗户 台积电 技嘉是不是都是我们的股票 对吧 然后呢我们就一直报 你看都是这些股票哦 然后报到现在 报到之前变成841万 来报到今天 各位可以看一下数字 这是多少 今天一度最高已经到哪里了 1011 这我已经念不出来了 100万千万 1017万 1017万 够多了吧 你看他已经不是百万赢家了 他已经冲破百万赢家的一个界限 很多人以为我们百万赢家就是界限 我告诉你我不止 我还要帮你赚千万 是不是赚一千万 有没有看到 他已经不是百万赢家了 他已经晋级成为千万赢家了 那你还在干嘛 人家在吃蜜 你负责 这样懂意思吗 哦太高了太高了 啊终于一天跌下你就 反正也不关你的事 你都没有买 对吧 真正有买的人才有办法赚百万 甚至是千万 我今天就拿出对账单来跟大家分享 我就是有办法 全国大概唯一了吧 哪几个老师 能拿出来 他带他团队成员赚千万的对账单 你看我就是用一样的方法 我们就是用一样的方法 一直一直帮我们会员达成百万 千万赢家的目标 你看不是我自己在华欧兰 你看这对账单是不是他自己传给我的 来这边是不是他跟我讲千万 是不是他自己跟我讲千万 不是我问他是他跟我讲的 不是唬烂的吧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百万赢家计划 是真的可行的 而且我们全新的百万赢家计划 我们会拿出全新的股票 全新的布局 带大家逢低进场买好股 所以我们你看 我们一直一直有达成什么 百万赢家的目标 百万赢家是越来越多 多到我现在只能用快速放给大家看 这边全部都是我们的战机 百万赢家一个一个一个都跑出来了 所以呢 现在大家不要觉得万九就是高点 你觉得高 坦白说还没有报大量 那现在什么时候才是高点 什么才是最高点 当大家所有人都进场的时候 我靠你 那时候你想赚百万 甚至是千万都来不及 投资股票要赚大钱 一定要买在利多公布之前 才能赚在利多公布之后 现在台股已经一万九千点以上了 不用担心还来得及 3月18号 会打要AI盛会 到时候一定还会有很多的利多公布 现在进场 绝对还来得及 欢迎大家 想要赚百万甚至是千万 跟上我们百万赢家的计划 高出低进 让你投资获利好安心 想要加入我们的百万赢家计划 可以透过下面的电话 或透过我们旁边的LINE 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